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滴滴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国产奇幻爱情故事,怪物少女 男主丁小丁是个某野味餐厅的废材主管 为啥废材还是主管呢? 当然是因为人家老爸是经理啊 这天店里来了几个大客户 其中有一个美女客户 单身二十几年的丁小丁 那是对人家一见钟情啊 正当丁小丁和厨师喝酒唠嗑时 那边的大客户开始闹事了 喝醉了直接嚷嚷着要吃红烧鹦鹉 这酒店的鹦鹉是用来迎宾的 老板为了钱也就只好答应了 还好客人闹完就走了 这鹦鹉也不用杀了 松了口气的丁小丁在店门口透气 没想到遇见了酒店的美女客户 美女向丁小丁借了火 俩人就这么聊了起来 美女现场夸赞了丁小丁的手艺 还不错 丁小丁窃喜之余 还装了下唇 声称自己只做素材 小动物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杀小动物呢 一来二去 两人获悉了对方的名字 原来美女有个好吃的名字 叫做林草莓 正聊着要打烊了 丁小丁只好回了店里 在包间看见 林小莓落下的钱包 里面还夹着一张草莓家的地址 第二天丁小丁照着地址 找到了林草莓家 打算把钱包还给她 正准备走的时候 林草莓回来了 丁小丁也不知道怕个啥 你说你还东西的时候 怎么跟做谁似的 这么心虚呢 反正脑袋一冲血 她就到了床底下 不一会儿 一个喝醉的男人来找林草莓 林草莓借机给对方醒酒 在水里放了药 男人喝完以后昏了过去 正好倒在了床前 丁小丁那是大气不敢出啊 林草莓很镇定地 把男人拖了出去 并没发现躲在暗处的丁小丁 晚上等草莓睡着 丁小丁爬起来 悄悄地离开了 就在她离开不久之后 林草莓身上泛出了蓝色的光芒 原来她不是人类 而是来自外星的狐仙 和狐仙长老被困在人间 依靠长老的生命药剂 才能够活下去 只有聚齐12名人类男子做法 才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通过林草莓的美人计 他们已经聚齐了9个人 而这9个人都是肉食者 需要长老一一地净化 他们的身体 而作为素食者的丁小丁 很显然是他们的 完美的实验对象 所以丁小丁成为了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晚上丁小丁在酒店值班 碰见了被赏金猎手 追杀的林草莓 丁小丁帮她躲过了猎手的追杀 俩人进而感情升温 丁小丁第一次谈恋爱 激动地流鼻血了 林草莓也顺理成章地 带着丁小丁回家止血 然后顺理成章地 给她倒了一杯水 但一个闷雷 让丁小丁又放下水 眼见丁小丁没喝水 林草莓又开始装可怜 说自己害怕 让她留下来陪自己 这么明显的邀请 感情白痴丁小丁硬是没看出来 很证人君子地躺了一眼 这也让林草莓意识到 丁小丁的不同 她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单纯的男孩子 所以并没有对丁小丁下手 两人交往得越来越亲密 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失踪了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没发现呢 林草莓成为了赏金猎手的怀疑对象 这个消息被丁小丁的经理老爸知道了 老爸十分担心他的危险 于是禁止 他和林草莓往来 丁小丁十分生气 却在回去的路上发现了 行踪怪异的林草莓 他跟踪林草莓来到了林中小屋 发现他正和一个神秘老人说着话 他们现在只差丁小丁就可以成功了 但是因为林草莓已经爱上了丁小丁 所以不打算继续下去了 听到一切的丁小丁吓得逃走 却意外地被胡仙长老发现 幸好林草莓及时救走了他 临走时丁小丁还不肯相信这个事实 直到林草莓露出真面目 才吓走了他 可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丁小丁相信林草莓是善良的 于是决定找回他 却发现草莓已经搬家了 经过多访打听 他找到了林草莓打工的地方 可是林草莓没了生命药剂 已经命不久矣 他决定不再和丁小丁见面 丁小丁为了救草莓决定去偷药水 晚上他和朋友一起悄悄地潜入 胡仙长老的住所 找到了仅剩的两瓶药水 但还是被长老发现了 草莓赶来制止长老对他下手 躲在暗处潜伏的赏金猎人伺机而动 射中了长老和草莓的腹部 俩人双双殉命 丁小丁悲痛欲绝 或许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但偏偏这个时候 天空出下了一架飞船 将长老和草莓带走了 一年以后 丁小丁离开了野味餐馆 自己在海边开了一家素菜馆 并再次和草莓邂逅 国善电影果然还是酷爱 小团圆的结局啊 而原本的动物保护宣传片 也被拍成了一部狗血的爱情片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